第四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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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多了 教读员说 他们已经接到了总教读室的命令 再过二十分钟就可以发车了 四章 你们啥时候是酒啊 师傅 我不是什么手掌 那边的绿灯是给我们的信号吧 对 这边的绿灯是给我们的信号吧 对 这边的绿灯是给我们的信号吧 对 就那酒骨道的灯已经好了 那你们慢走啊 解放就搜索啊 好 谢谢啊 走 酒骨道的灯已经好了 可以发车了啊 这儿 酒骨道改强红豆 好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骨店改多了会影响其他正常列手的运行 只要把军列拦的战略就行了 明白 那我们控制他们多少时间 嗯 到明天早上 八点四十自动解除就行了 好 这是我的啊 嗯 少得了你的吗 怎么样 打进去了吗 特别好使 这个故障设置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 还不会影响到它的指挥中心 其他车辆都正常运行 好 你好 你好 调道员同事 怎么回事 怎么又不走了 这是总登陆室的命令 我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 再等一等吧 可能是先动上的问题 那等到什么时候 嗯 估计的等到天亮 等到天亮 有什么情况 右路炮台绕行神道 目前路上一切正常 周路部队在前面休息下游 好 看来还是铁路收送安全可靠 早知道这样全走铁路 铁路方面也出现那小问题 什么 铁路上也出问题了 军代表 没斜天好 不是 是铁路方面技术问题 严谱旅长打电话管来说 是信号灯出了问题 铁路部门正在排查 故障在没有排查出来之前 是不能放心的 郑伟 不会又是韩鹏他们搞得鬼吧 可能性不大 这次军运铁路部门十分重视 沿途 桥梁 隧道都加强了警戒 蓝军想动我们钢铁运出线 没这么容易 没这么容易 那是铁路 这次铁路 是铁路 是铁路